穿着黑色外套靠上手铐 这是两年多前 杀害应召战负责人的情侣党凶嫌 被警方带往阿里山山区 寻找两具失踪的遗体 有有有有有味道 而犯下双失命案的就是他 应召战的马夫武章孝辞 一审原本被依杀人罪 判两个无期徒刑 但到了高原二审 法官认为他在狱中有抄写佛经 还说自己若没杀人 应该会有更好的结果 因此认定他有悔意 不但免死 这样的判例让家属难以接受 因为嫌犯不但没有判死 二审更从无期徒刑 捡到只剩25年刑责 而嫌犯当初因为不满老板 可扣他薪水 又到处对外放话 他卖毒品 趁着两人喝醉 先用USB线将他们勒币 接着开车将两人载到阿里山弃尸 还回到租屋处纵火烧房 企图湮灭证据 就连律师也认为 过去类似的案例几乎都会判死 而这样的判决也凸显出 近年来法官回避判死的趋势 而所谓的叫化可能 更是台湾司法自创的惯例 不但难以服众也让众多的受害者家属 得承受一辈子无法抹灭的痛 记者聊一志台北报道